好多人问,4680电池特斯拉吹的那么深,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还没动静啊?是不是要凉凉了? 其实你们对4680电池的革命性突破,和它对特斯拉的竞争力的提升有多么逆偏啊,根本一无所知 4680是特斯拉憋的一个超级大招,一旦特斯拉这个大招放出来了,其他竞争对手追上特斯拉的时间又会被大大延长 相对于虚无缥缈的纯固态电池,特斯拉这个4680电池相对要更脚踏实际一些 而现在特斯拉4680这个大招的能量条,马上就要编满了 先讲一下4680电池的物理结构啊,我们看看它比传统电池到底强在哪儿 我们先看看传统的18650、22700这种电池的内部是什么样啊 当你把它的电池壳打开,把里边电池材料拿出来,你会发现它就像一个手指卷一样 卷成一起的电池材料,把这个卷展开啊,它就是一个长条的形状 它的一面是正极,反面就是负极,中间是隔膜 它的正极在这个长条的一短,然后负极呢,是在长条的另一短 这样的话,你这个直卷有多长,它的电流路径就有多长 这个电流的路径越长,它的内阻就越大,它的充方电速度也就越慢 电池充方电的发热量也越大,这个电池的性能就越差 然后我们看特斯拉的4680电池 当你把它也展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正极和负极的这个端的基尔没了 所以它叫无极尔,但是它的基尔呢,全在两端了啊 你看它的上面全是正极的基尔,密密麻麻正极的基尔 下面全是密密麻麻负极的基尔 这样它卷在一起的时候,所有这些正极的基尔集中在上面变成正极 所有的负极基尔全叠加在一起变成负极 这样它的电流是从上到下变成了纵向 这个电流你看是横向,路径很长,但这种纵向的电流 它的路径就很短,那它的内阻就会大大缩短 这样它充电放电的速度会大大增加 内阻变小了以后,它充方电的发热量也会大大减小 这就跟有好多小单体并联 最后捆绑成一个大单体,是一样的道理啊 每一个基尔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单体 最后它们都并联在一起,并联成一个大圆柱 所以这个大圆柱的内阻极底,充电放电速度极高 而且它的内阻基地,即使有很高功率的充方电 它的发热量非常小 以上是4680电池在结构上,也就是充方电性能上的优势 它的充方电倍率可不是什么3C5C电池能比的啊 但如果仅仅是这点性能上的优势 也不能算是超级大招 4680最要命的是在大幅提升性能的同时 还能大幅的降低生产成本 这就是特斯拉的干式电极生产技术 要知道,现在所有的锂电池都是用湿式电极法生产 因为正负级的原材料都是粉末装的 要把这些材料涂抹成薄薄的一层 而且厚度要非常均匀,无误差 那只能先把这些粉末溶解在特殊的溶液里 搅拌均匀以后再进行涂抹 然后再高温烘感 把溶液蒸发掉,得到很薄且精确均匀的正负级涂层 而特斯拉的干式电极生产法 是直接将正负级的粉末状材料不用溶液溶解 通过特殊的生产工艺也能均匀无误差的涂抹成薄薄一层 这相比传统的湿式电极法 节省了大量有毒溶液的使用 减少了很多生产工艺的步骤 大大缩短了生产线的长度 而且没有了漫长的烘干过程 电池的生产速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不用烘干,对能源的消耗也比原来减少了很多 这些意味着什么 一旦干式电极法在量产中应用 特斯拉的4680电池生产效率将显著提升 生产线的占地面积将会大大缩小 对环境的污染,能源的消耗都比原来显著减少 每度电池的生产成本也会大幅度降低 这叫什么 这不就是绝对的竞争优势吗 而就在最近 特斯拉在干式电极的生产工艺上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4680的产能瓶颈将不复存在 这就是在底层技术上创新的魅力所在 这也是只能在彩电冰箱大沙法上创新的车 销量永远打不过特斯拉的根本原因 当性能更强大 充电速度更快 更安全 生产速度也更快 成本还更低的4680电池 大范围在特斯拉上装车的时候 各位彩电冰箱大沙法们 又该如何应对呢 让特斯拉的刹车再失灵一次吗